台菜的这个内容当然非常的丰富 很多人都以为台菜是一些比较简朴的家常的小菜 或者是一些小吃类 那当然这跟过去整个台湾经济发展 还没有那么蓬勃 或者人民的人均所得没有那么高 是息息相关的 但随着整个台湾的社会经济起飞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菜系 慢慢在台菜里面占有非常重要一个地位 那就是所谓的酒家菜 那么过去这些商人们 他们习惯在酒家文化的熏陶里面 来宴客或者是说来发展他们的政商关系 所以当时的这个酒家文化的盛行 跟酒家菜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也看到整个过去台菜的影子 在这段期间里面 它变得非常的豪华 而且非常的慎重 那么后面的演变的过程当中 对于整个台菜的宴席料理 我相信酒家菜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个角色 那么在整个台菜料理里面 如果说要是比较慎重或者是比较年杰时候 会出现一些大菜 我认为当然首推就是佛跳墙 那么佛跳墙当然是源自于中国大陆闽南的一个基本的菜系 那么但是到了台湾的这个佛跳墙 它除了秉承了原来佛跳墙 非常料多且精这样一个特色之外呢 它还融入了很多在台湾在地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台菜里面的佛跳墙 非常经典的它会使用很多的大蒜 或者是使用台湾在地的芋头 这样的一个食材进来 你会发现当这个佛跳墙端出来的时候 它是非常具有台湾这个地方当地特色的佛跳墙 而这个料理历久不衰 自始至终到现在依然是很多台菜餐厅里面 甚至过年过节必须要上场的登场的 这样一个非常华丽的菜系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红蟻米糕 那么其实台湾这个很多的料理 一些正式或者是必吃的这些料理 其实都跟台湾人民的这个习俗 跟一些庆典是喜喜相关的 比如说很多重要的庆典 比如说像宗教的仪式 或者是嫁娶 这些重要的场合里面少不了的 一定是喜气洋洋的红蟻米糕 那红蟻蒸完之后 它红艳艳的颜色 在台湾人的眼里面是非常具有喜气的代表 那么红蟻米糕 那么丰富的米糕跟它扎实的这个内涵 也象征着这个请客的主人 他们对于客人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那么其他像是麻油鸡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菜系里面 一些宴客时候都一定会出现的炒米粉 你说它算是大菜吗 它在很多好客的台湾人的眼里面 它却是一个很多宴席都必变的一些料理 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得到台菜除了一些平时的小吃之外 它还是有一些非常华丽的菜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